新冠疫情緊張 大賣場人潮是否能配合 疫情指揮中心建議的室內 保持1.5公尺距離 新北市長侯友宜實地前往視察 配合政策量體溫盆酒精 在業者引導下 侯友宜首先關注距離標線 收音台排隊區是人潮最擁擠地方 現場規範為1公尺 侯友宜給出建議 希望再拉長到1.5公尺 定有效明確標示 讓民眾遵循上有所依據 在整個採買的路線上 如果在距離上 如果也能夠有效的標示出來 總共1公尺 那讓民眾在遵循上 更有一個依據 除了距離標線 賣場規劃出抗菌防疫專區 讓民眾方便選購 而民眾最常大掃貨的衛生紙 賣場每人每輛購物車限購1串 以防民眾大量囤貨 另外化妝品區及熟食區 現在全面禁止試用試吃 侯友宜表示贊同 認可賣場配合政策 做出防疫行動 避免人跟人的接觸 也避免在整個熟食區的試吃 產生一個泡沫 火味冒的一個傳染 這個部分他們終於都改善 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來做 侯友宜指出 防疫相關政策實施上 特別是1.5公尺安全距離 業者確實比較辛苦 不管是動線規劃還是工作模式 都要調整 同時呼籲中央 若民眾有不配合的狀況 是否能制定條款來處理 這1.5米的距離 其實在實施的過程當中 業者會比較辛苦 因為涉及到市內的 熟食區的客人跟客人之間的飲食 而且如果民眾沒有配合 到底有沒有什麼條款 可以去處理這個部分 中央也要去思考一下 整個片道的完整 侯友宜賣場繞一大圈 巡線視察防疫措施 與物資供貨狀況 承諾業者在執行上有困難 是否願意提供協助 只要提出的狀況有做改善 防疫就能全面到位 記者章魚柯新北報導